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们血管来讲都是个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再拿皮筋举个例子 一个橡皮筋如果你不停地扯它回去 扯它又弹回去 这个橡皮筋很快也会疲劳 它也会弹性没有了 我的血管也是一样的 血压一会儿高下来 给它降下去 过一会儿又高上去 好 再降下来 反复的这样 时间很快 好了 我的血管没有弹性了 血管硬化了 我这个高血压的编发症出来了 这种情况是医生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说的话呢 那么经过长期的这种临床观察 我们发现了 高血压一个比较好的药物 应该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它维持的时间要比较长 吃下这颗药之后 能让我一天里面这个血压水平很平稳 这样的话呢 让我的血管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血压状态 维持在那里 不会造成造极的动脉硬化 这就叫长效降下药 当然这个长效不是说吃一颗 这一个礼拜我不用吃了 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维持一天的时间 让你在整个这个一天里这个血压 维持相对的稳定 这个长效